我就是贪图你末尾集团的 你都说气话了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不是末尾集团的 你以为我李夏希会太多 你怕我开始你家的钱是不是 所以才故意忙 你是末尾集团的千金 来试探我的老人 是个时候这么脆弱 是个时候这么脆弱 你还是我爱的那个李夏希吗 你还是我爱的那个江一斌吗 你就仅仅跟我说个一个谎言吧 悲伤是五月凌晴的雨点 总在凌晨时分蔓延 我试着抹去对你的思念 看得平淡一点 也许会好受险 苦苦的奢望到永远 爱情只是场梦言 等到惊醒恍然发现 心事停摆的终点 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 然后是能出ков人回 Gathering 心事停摆的终点 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爸已经不在了 妈 妈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今天又得到了个面试的机会 妈 妈 你睡梦了吧 我又不是我爸 是我一鸣啊 别碰我 一鸣 让妈休息一会儿 妈 你怎么了 是不是爸欺负你的 告诉我马上把你出气 你们给我走 都走开 一鸣 走走走走 妈 一鸣走吧 快出去吧 干吗呀 你让妈休息会儿吧 我妈到底怎么了 你们告诉我呀 我听说 妈好像跟江亚阿姨发生点不愉快 所以 那就更得我出马了 我是专业灭火队 专门负责帮我妈消气 女人的摩擦男人搞不懂的 你就让妈待一会儿吧 嫂子 你是不知道 除了江亚阿姨之外 我就是我妈的闺蜜 以前碰到这种情况 陪她出去买摆东西吃吃饭 就搞定了 妈根本不想见你 刚才妈说的话 你不都听见了吗 她谁都不想见 哥 嫂子 我其实曾经设想过 我妈在什么情况下 才会六亲不认到我头上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 那就是我妈失忆了 她不记得我 哥 嫂子 看你们这么尴尬的表情 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太反常了吧 爷 肯定不是我妈 跟她朋友闹什么矛盾 你们快点告诉我妈 怎么可能呢 妈离你都不说 怎么会跟我和你哥说呢 这倒也是啊 所以啊 咱们就别再比我妈了 你看 现在都吃饭了点了 妈肯定是饿了 我听说咱们家附近 有一家粥店挺不错的 不如你去给妈 打包一份鲍鱼粥怎么样 行 那我去了啊 我这边地下有知 今天告诉我 是谁杀了你们 回来喽 等等 爸 我来看 你来 等等 干吗 您看我这个样子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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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东旭哥 欢迎您回来 今天辛苦了 今天开了六台刀 我来 我来 今天忘记带钥匙了 还麻烦你来开门 不麻烦 你尽管忘好了 我帮你换头鞋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那我们进去吃饭吧 爸 我回来了 你现在多了一个书童了啊 怎么这么多菜啊 今天什么日子 是 问他吧 是啊 因为没有计算好 所以花了不少药药钱 东旭哥 对不起啊 我现在还像郭佳佳一样 没有完全投入到一个 家庭主妇的决心 没事 没事 你这样做得很好了 坐下吃饭 爸 您说得对 如果您不告诉我那些 光靠我自己想的话 我肯定要走不少弯路的 家务这方面 爸爸吃的盐 确实比你吃的饭还多 在这方面 我就是个小菜鸟 爸爸 以后我要有什么不懂的 你可以教我吗 好主意啊 就让大师傅带着小徒弟 掌掌经验吧 你说什么呀 把什么大师傅带小徒弟的 人家家园刚嫁了我们家来 在娘家可是什么事都不干的 不能对人家要求这么高 爸 不管我在娘家是什么样子 现在我是您的儿媳妇 您就教教我吧 好了 好了 好 坐下 坐下 吃饭 吃饭 去火锅店可吃不到这么丰盛的菜 而且又卫生又干净 东旭哥 你快尝尝我调的调料怎么样 好吃吗 好 这是什么调味料啊 我在网上查的呀 不好吃啊 好吃好吃 你很有做饭的天赋 真的呀 太好了 爸 那你也多吃啊 你尝尝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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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不吃香菜 我 我去弄 那我来 我来 我来 我 我去 那我来 我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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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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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麻烦了 我就吃这个 给我 走 吃吃儿媳妇的手艺啊 怎么样 好吃吗 非常 非常特别 不错 真的 爸 那你多吃点啊 完了 我忘了给你们放醋了 等我一下 我去拿醋啊 等一下 马上就好 你还要不错 我就叫你不要吃吗 徐 徐教 你也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 结果没出来之前 一切都是为之处 行了 行了 你说拿多少钱 才能摆平这事呢 你又来了是不是 钱钱钱钱钱 你就跟钱去过吧 爸 你跟我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简直是无理取闹 我跟你说啊 还不都是陈璐那个疯子吗 你说你妈也是 不知她哪根筋搭错了 她愣说一名 你懂她呀 也就是陈璐啊想讹咱们家 你说这些年啊 还真没看清她的真面目啊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这陈璐啊 就是咬了东郭先生那只狼 吃了农夫的那条蛇 爸 您真是这么想的吗 您真觉得陈璐是在瞎说吗 我怎么觉得是你在掩饰自己的心虚呢 心虚 鬼才心虚呢 爸 您别不服气了 我是您的亲生儿子 我对你还不了解吗 你了解什么呀 我姜天号身子不怕影子鞋 矫正不怕鞋威 不做归心事 不怕鬼叫门 对了 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 告诉一鸣要瞒着她 那结果真出来 一鸣就是你的亲生儿子怎么办 拿钱把她摆平了啊 你妈爱花钱 就给她花 给那陈璐一笔钱把她打扶了 唯独就是一鸣 要是我的骨肉 我给你们兄弟俩挣足了家业 爸 你说什么呢 您是觉得我怕一鸣跟我争家产是吧 我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是说您对得起我妈妈吗 这三十年来 我怎么对不起你妈了 都怪那酒 都那酒闹的 不管结果出来什么样子 我们家的日子得照样过吧 你说呢 你走什么呀 你走什么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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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让我一点 怎么睡在这儿啊 上楼回房间睡吧 不是的 我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就上去了 妈她够心烦的 爸在书房里也睡不着 走来走去的 你看你待在这儿 万一给他们看见 你想给他们添赌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跟我说过 只要你一天 还是江家的儿媳妇 就会进到 江家儿媳妇的责任吗 你这火烧焦油的 是你这儿媳妇该做的吗 我在这儿睡吧 你上楼去 好了好了 你先上去吧 妈一天都没吃过东西了 我给她熬点粥 再去看看她 一会儿就上去 行吗 妈呀 我是他 怎么回事 妈呀 妈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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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